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公因素 公因素,我们把公圈起来 公就是共同的因素 共同的因素叫做公因素 公就是共同 那在公因素当中最大的那一个 我们叫做最大的公因素 这国小都教过 那如果两个数字 他们的最大公因素如果等于1 那么我们叫做户值 那我们在国小的时候有学过 比如说30和36 30的因素有123、5、6、10、15、30 那36的因素有123、4、6、9、10、2、10、8、3、6 好,来,请把一样的圈起来 请帮我把它圈起来 哎,我加黑了 那你还是帮我把它圈起来,好吗 一样的我们叫做公因素 一样的我们叫做公因素 我有,字有加黑了 那你再帮我 圈起来一下 1236 这个就是公因素 那我们国中呢 国中呢,我们用小括号来表示 这个豆点就是让你填两个数字 那表示呢,最大公因素 例如呢,括号,小括号 豆点隔开 这个意思就是说 30和36的最大公因素等于6 这是国中 用这样来记录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共同的倍数 共同就是公 叫做公倍数 共同的倍数 我们叫做公倍数 那在很多公倍数里面呢 最小的那一个 我们叫做最小公倍数 最小的那一个 好,譬如说 12的倍数有这些 18的倍数有这些 来,请帮我圈起来 36 72 然后还有108 这些呢 都是共同的倍数 没有,因为找不完 你为什么跟我不一样 你就不能这样吗 你这样圈起来 这样不能 这样有意义吗 有什么意义 我看不出来 你起码这样吗 好,你很懒惰 那我们用中括号 我们用中括号 豆点隔开 表示最小公倍数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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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 对啊 等一下就会看到了 中括号 豆点隔开 这个表示什么 记录 12和18的最小公倍数 就是30点 好 那我们 来看讲解一 请求出下列各数的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 这个我们国小有交了 两个的 那三个的没有交 来,注意看哦 哦,不对 不对 好,来 那不然你算算看 你算算看 来,你们三个算算看 国小只有交两个了 那 国中就多到了三个 两个和三个是不一样的算法 你算算看 会不会算 不会 国小不是有交过两个 短厨法 三个不会 好,来 这旁边不一定要用直数哦 直因数分解才需要用直数 这个旁边不用直数 对 那前提你要三个都除完才可以哦 好 对 好 你是吗 好 那接下来 剩下的三个啊 剩下三个 这是最大公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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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大公因数 这个是最大公因数 那最小公倍数呢 继续算 对,没错 如果呢 有两个的话 也要算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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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五来算 好 对 那这个二十一没有算到 你要照超下来 就这样 那你一定是三个同时可以整除的 要先用完 用完了之后你才可以两两可以的再继续除 那它的最小公倍数呢 就是一路把它乘起来 这个把它乘起来 这些都把它乘起来 这就最小公倍数 好,那我们用符号来记录 我们用符号来记录 这个小括号 小括号代表什么 最大公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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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用什么来表示最小公倍数 用中括号 最大公倍数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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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公倍数也要算 最小公倍数就是全部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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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6、5、30先算啊 好,然后 33 这是30 3、3、3、0、3、2、1、0 6、9、3、0 6、9、3、0 什么 最大公倍数是3个都有除到的 才是最大公倍数 对 对 好,这一题可能我觉得 只是大了一点 我们再来一题啦 好,怕你们 我出一个这样的数字来 来,你们算算看 那不会就从2开始啊 不会就从2开始啊 不会就从2开始啊 一直除,除到 再继续除啊 3个都能除的先优先 除到3个都不能除了 再换2个可以 这3个都能除的要先优先 2个呢 18跟16可以被哪个数整除 2 对啊,那就用2嘛 2、9、18 2、8、16 还有啊 好 这个45没算就放下来 还有 还有 那再找2个可以相处的 再找2个 9 9 按 45 对啊 9按 45啊 可以用9啊 9 1得9 95 45啊 那这个没有用到的就放下来 然后 顺序不一样没关系啊 那 最大供应数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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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温最大供应数是多少 啊 哦 不对 为什么不对 你注意看 我有用颜色区分哦 一开始我算的我都用白色的 三个都能除的我用白色 到这里 用红色的字 就是18和16可以除 用黄色的字是9和15可以除 那最大供应数只能选白色这两个 三个都能除 所以最大供应数是 2 最大供应数是这里哦 这里哦 看懂没有 最大供应数是4哦 最小公倍数就把它乘起来 好2880 来再来一题 来这样 来 来 第一个看我的颜色哦 三个都能除的我用白色 再来不是三个都能一起除了 6和9可以用3 10没有用到我放下来 这样看懂吗 再来我换黄色的 2和10我可以用2 2和10可以用2 2和10可以用2 好厉害 好厉害 这样会吗 最大最小公倍数是180 最大供应数是2 这样会吗 好所以跟两个的比较不一样的是 两个的最大供应数是这几个全部都要乘起来 那三个的是只能当初三个都有除的才能列入最大供应数 但最小公倍数22可以算的要继续算 等一下会加一个比较不麻烦 不是我不要怪我 好那我们看讲解二 好不好来了 我们从里面开始算出来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小括号代表什么意思 最大供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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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先算最大供应数 算出来之后呢 对 再跟20做最小公倍数 9 9 6 7 2 4 8 3 6 2 2 4 18 2 我高兴 好所以两个的就左边全部乘起来就最大供应数 那三个的就不一定了 三个要三个都有除到才算 好所以这是24 那24跟20再来找最小公倍数 这22得 这个65 30 22得4 120 那我们把这个最大供应数的算式也补一下 最大供应数的算式也补一下 好所以这两个最大供应数等于24 那再拿这两个去找最小公倍数 最小公倍数是120 不会啊我们后面有一整页纯计算的 有啊 好啦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主题3 那另外一种方法叫做直音数 对 怎么不见了 对 怎么不见了 对 怎么不见了 好 另外一种方法叫做直音数分解法 那直音数分解法怎么找到最大公倍数呢 就是我先把两个数字都直音数分解 那直音数分解呢 我再把四方共同的直音数 次方小的把它相乘 来 譬如说 有一个x数字是2的4次乘3乘7 y呢是2的3次乘以3的2次乘以5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都有2 23次跟4次 比较少的是3次 3一次32次比较少的是一次 7上面有7下面没有7比较少是没有 那下面有5上面没有5 比较少是没有5 所以呢把比较少的次方乘起 这个就最大公序 这其实在国小就交过了 我举个例子 比如12等于 这其实在国小小6的时候就有这个内容 只是你可能忘记 比如说国小直音数分解是没有乘方的 对 有啦 国小教过这个 只是他不是用指数来表示 那我们国小是这样教 就是一样的圈起来 一样的圈起来 这两个就是最大公寓数 国小是这样教 那等到国中的时候会变这样 等到国中的时候变这样 不是 那么到了国中是这样 那国中反而是这样看 这有两个二 这里一个二 比较少的圈起来 那这里一个三 这里两个三 比较少的圈起来 这样是不是就回到国小 就找 把荧光笔画起来 找次方小的相乘 然后你再把这个国小的例子抄起 然后你再把这个国小的例子抄起 国中这个太大了 你很难想象 你用国小 那你也可以用短除法来解释 这里 四个二相乘 我提出三个二 剩下一个二 这里三个二提出来就没有二 那接下来呢 我把一个三提出来 这一个三就没有了 这两个三还留下一个三 那就是把次数小的相乘就对了 就是最大公益数 那一样的道理哦 我们再看下一个 我们怎么用直音数分解法来找最小公倍数 一样我用国小的方式解释给你听 你可能比较容易懂 12等于2乘2乘3 18等于2乘3乘3 那国小怎么利用直音数分解来找最小公倍数呢 我用这样给你 那你注意看哦 最小公倍数是不是这样乘起来 那这里啊 你注意看 这里除以2 这里也除以2 除以2相当于把一个2消掉 这样你看懂吗 这两个被拿出来在外面 所以我选一个乘 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这一个 这样看到没有 这两个我选一个 写一个就好了 那这个3又在哪里 这个6除以3 9除以3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这样看到没有 那这个2呢 2就在这里 这个3就在这里 所以国小的怎么用短除 怎么用直音数分解法来算呢 就是这样 一样的圈起来 那 两个只选一个乘 它就是这样 这个2乘2乘3乘3 2乘2乘3乘3 你看看懂吗 我再试一个 这个是扩小的 再举个例子 24等于2乘2乘2乘3 那30呢 是2乘3乘5 那它的最小公倍数呢 怎么算 来看哦 一样的圈起来 一样的圈起来 那怎么用直音数分解法来表示它最小公倍数 两个被我圈起来只要写一个 两个被我圈起来只要写一个 所以要怎么表示最小公倍数 几个2 几个2 两个吗 几个2 三个2 几个3 一个3 几个5 一个5 那你会了吗 好 再试一个哦 再试一个哦 4等于2乘2 6等于2乘3 来告诉我 4跟6的最小公倍数 来 现在请你们帮我写 四根 找空白处写 我不知道几个啊 你自己写一下 我等一下再公布答案 好 一样的圈起来 写一个 所以几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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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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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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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二一次,两次比较多,对不对? 就找大的,因为我要找倍数 这里一个三,这里没有三 这里没有三,选比较多的,我选这一个 这样看懂吗?选多的 选多的,这样看到了吗? 找次方大的就好了 这样了解吗? 这样你看得懂吗? 就是这里两个二相乘,这里一个二一个三 我们在找最小公倍数的时候,把一样的圈起来选一个乘 所以我们得到结论就是二乘二乘三 那套层国中的公司是这样子 这个二乘二,比较多的全哪,全部都保留 比较少的会被吸收 那这个留下一个三,这个三比较多的就保留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国中的数字比较大 你承开来来不及 那为什么这个你都没什么印象? 因为以崇恩国小的 国小就是,虽然你 你题目是问我二乘二和二乘三 二乘二和二乘三,题目是这样 以陈崇恩的个性呢,他都会怎样? 就是直接二二得十 二三得六 然后再去短处法 我都太了解你们了 当然不是啊 好,那 这样看的 那四方大的来,我们请你帮我圈一圈 来哦 X2的四次 2的三次哪一个四方比较多 四次比较多,来帮我把四次圈起 我已经圈了 哦,好 我画虚线嘛 就是希望你们用红笔描上去 有没有发现我是用虚线? 你可以用红笔把它画个circle吗? 难道你没红笔吗? 好,那上面的那个也帮我画一下 我用虚线的 你改用红线把它描起来 好,再来我们看三 一次跟二次 二次比较大 我们把二次圈起 那上面七 有一个七 下面没有七 一次比较多 那五 下面有五 上面没有五 一次比较多 那当我把这些圈起来之后 最小功倍数就是把它乘起来 那通常这么大的都没有要你乘开 要你用指数表示而已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讲解三 求下列各组的最大功因数 最大功因数要找什么? 四方找什么? 最小的 所以呢,你就把最小的圈起来 三次两次 两次比较少 三一次 两次 一次比较少 七两次 一次 一次比较少 没有五 两个五 没有比较少 没有十一 两个十一 没有比较少 所以就这么简单 就是把次数少的 次数少的圈起 那如果他没有叫你用乘方表示 用指数表示 你还是要把它乘起来 有时候数是很大 题目就会要求你说 我没有让你乘出来 你就直音数表示 你就标准分解式 表示就好 好,快结束了 我们再看下一集 好吗? 再来请求下列各组的最大功因数 不是,这是演练 我们看讲解式 最小功倍数呢 是要找四方大还是四方小的 大的 二有五次 二有四次 五次比较大 三有一次 这里没有 一次比较大 五一次 一次平手 随便圈一个 七没有两个 两个比较多 随便圈一个 不能两个都圈哦 选一个圈就好 那这里注意哦 注意哦 这里你把标准分解式 把它画起来 它没有让你乘开哦 题目如果没有要讲标准分解式 就没有要乘开 没讲你要乘开 所以我们把它由小到大排列 二的五次 乘以三 乘以五 乘以七的二次 二的五次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题 我们再看讲解五 户值就是最大供应数等于一 另外一种讲法呢 就是没有共同值音数 我举例 我举例 譬如说八 八等于二乘二乘二 然后呢 十五呢 是三乘五 八是不是直数 十五是不是直数 可是它们的最大供应数是多少 一啦 所以呢 它们代表户值 那户值我们可以从这里观察 它的直音数里面有没有 都是二 它的直音数有三跟五 有没有重复的直音数 没有 所以这样可以表示户值 所以呢 哪些跟二三三一户值呢 我们把它直音数分解 这个可以用三吗 五 可以用三 三 七 二 十一 然后 这个是七 三 我们把它直音数分解 我们把它直音数分解 那其他的我们都把它直音数分解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有三 那二十八呢 二十八有七 还有五十五呢 五十五都没有 五十五就户值 三十七 三十七没有户值 所以户值的是 五十五 户值的是五十五 一十六 二十四 二十五 三 六 五 六 准 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